疫情逐渐缓和降维二级警戒后 仍需持续落实防疫作为 未挺基层防疫人员 新北市中和区的广际公及立行福德公 各捐助10万元给中和区公所 希望能让中和区的弱势族群 及防疫人员有更好的照顾 由区长赖俊达表达感谢之意 特别来带着感谢状 感谢我们立行福德公 还有我们广际公福和公 在这一次的疫情提供很多的 我们的防疫的善款 然后来给我们这个中和 在做防疫不管是物资也好 或是我们一些居家简历 居家隔离者需要协助的事项 对人的一个关怀跟服务 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公庙这类宗教场所全面禁止开放 祭祀活动配合取消 广际公董事长游延川 及例行福德公主委林宽仁 发起捐助防疫善款 以宗教大爱协助防疫 为基层人员加油打气 综合区公所为了防疫这种工作都非常的忙碌 那当初五六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综合那个确诊的人数相当高 那我们综合广基工福和工 只是抛砖引益 建一点小医师来帮助公所 由他们来作业比较方便 例行福德公为了配合这次公所所做的防疫政策 我们特别赠送了十万块的奖租金 给这个中和区公所所属的员工上下 做这个防疫之用 另外我们也监献了1500套的防疫面具 给公所的所有员工 综合区长赖俊达表示 综合在这次防疫能这么快减缓 各基层防疫人员都有相当大的功劳 收到庙方捐赠散款 应用在防疫项目中 让综合染疫人数能每天持续清零 接着简明山综合报导